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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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護理行業是一個多變的 今天跟明天絕對會是不一樣的 因為照顧的是人 其實不管是多資深或多資淺 他只要有一顆願意的心 願意付出 有加入了三種重要的元素 有愛心 有耐心 還有我們恨喜的心 台股也好 希望學姐學妹們都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這一份心意 然後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將這樣子的心意傳達給每一個人 音樂 音樂 雅慧副主任他影響我最大的地方 是在於待人要待心的這個部分 以我來講是一個比較工作取向的人 但是副主任就會一直提醒我 一定要一直不斷地回想 自己當初投入護理工作的時候 會有徬徨 會有不安的那個心情 其實我一剛開始是在科教護病房 大學畢業以後 就在學一種留科單實習 之後就走臨床 那當我在走臨床的時候 就覺得說 每天照顧那麼多病人 然後每天忙忙碌碌 好像也沒有辦法好好的停下來 幫病人做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一直在思考說 然後我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一個 慢下來然後好好做護理的這樣的心 所以才會來這邊的安寧病房 那到安寧之後 真的是可以依照自己想付出想做的事情 做出一點東西來 那時候剛進安寧病房的時候 雅慧副主任是我們單位的護理長 我就看他在照顧病人 是用那個非常溫柔的一個語氣 在照顧這個病人 病人到最後的那一刻 都還會想到的心 那我就覺得這個就是護理的價值 在十幾年前他這樣告訴我 護理並不是快就好 我們要求的是品質 這句話其實一直讓我深刻記在現在 他其實是一個很有計畫的人 對於自己不了解的 或者是對於時事可能會這樣發展的 我會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就先去讀生死權研究所 然後後幾年資訊很熱門 所以我就再去讀資訊 所以我就再去讀資訊 我缺什麼我就會很想要去把它弄懂 把它弄清楚這樣子 未來最想要的就是幫助那一個來的新人 或者是說現在的護理人 都可以找得到他自己的定位跟方向